球赛场边转播人员多次提到的王建民是来自台湾台南的投手 这个台南小孩他真的把球 可以让美国人多认识一下台湾 2007年球季王建民再度摘下了19胜 三年之内他拿下了46胜 速度直快 获取22年来大联盟无人能出其右 毫无疑问王建民已经是杨基队不可动摇的先发投手 但对杨基来说这还不够 他们期盼王建民能够成为真正的王牌投手 因为我当时在这里的第一次投手 我知道他每天的第一次投手 所以我正在试试他是最好的方法 他意识到他有的赛 他有的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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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试试他 他知道你能赛 就像这样 所以 作为一个王牌 王建民准备好 2007年级后赛 王建民再度担任开幕展先发投手 结果他只投了四右三分之二局 狂丢八分 吞下了败 在短短休息三天之后 因为杨基战况吃紧 王建民闲命上阵 结果只投一局 被敲出了吴志安打 丢掉了四分 他在季后赛的两场防御率高达了19.06 我告诉他 当我带他出身后 之前他出身后 我说不要让他影响了什么你完成了这一年 你必须非常愉快的 你认为19球游戏在这个城市 这个球队 和做的专业是很特别的 I told him he was going to have to work for a job You know, things are not given free here You got to earn them He's been incredible He's just a great pitcher And he seems to be getting better You know, every game he comes out He seems to pitch better and better I think he's got a great future with the Yankees You're our number one guy Now you need to believe it You need to believe that In your mind and in your heart That you're our number one guy And you need to take hold of that position And run with it 連續兩季十九勝 結果其實一直延續到了08年 在一開季呢 王健民他投出了六連勝 比賽才達到六月 他已經累計了八勝了 照這個速度繼續贏下去呢 王健民要挑戰單季 二十勝的機會可以說非常大 但沒想到 剛剛我們看到 就是這個跑壘 莫名其妙傷到他的大腿 這個球季 王健民的勝場數 就停留在八場 剛剛我們提到了 王健民現在的狀況 其實和八年前的狀況很類似 都是在陽季的3A等待機會 但事實上呢 心境差別是很大的 你想想看八年前 王健民還只是一個菜鳥 他在小聯盟 一路從1A 2A投到了3A 他根本沒上過大聯盟 就算最後等不到那個機會 他也只能夠安慰自己不夠好 但現在的王健民不一樣 他不但上過大聯盟 他還曾經是紐約洋基隊的中流砥柱 王牌投手 他享受過那種大聯盟大投手的光環 他知道他是有能力可以在大聯盟生存的 而就是這一股不服輸的意志力 才能夠王健民支撐到現在 2008年6月16號 王健民這個太似平常的跑壘 卻可能陪向他的投手勝利 王牌受傷了 球團高層擔心的是 王健民會錯過幾場的先發 楊基會少拿幾場勝利 但沒想到王健民他的傷勢比預期嚴重 這個球技宣告報銷 但畢竟他是曾經連續兩年 拿下19勝的投手 楊基盡心地等待 下一個球技的風 正所謂愛之四足以愛之 教練團在王健民附近的過程當中 太過於保護 怕他受傷 不讓他跑步 結果導致王健民下半身的肌耐力不足 影響到了身體的協調性 2009年一開起 王健民連續三場先發被打爆 這裡有一隻在空中 左邊的中間 好打 Cabrera 回到壁 它掉了 王健民在第二局 一口氣就被敲出了八支安打 總教練Giradi趕緊上來 將王健民換下場 總計王健民只投了一又三分之一局 52個投球 其中34個是好球 18個是壞球 送出一次的三陣 被打出八支安打 吃掉了八分 全部都是自責分 目前的防禦率高達34.5 印第安任隊中場以22比4 大勝楊基隊 今天就感覺比較好 就是升塔球 有跑到自己想要位置 可是打者就是 被不看到 所以就黏著就 比較難打的球 上就一直發我膨 對啊 那所以有時候就 沒有投到自己想要位置 就被打 你還在平常的轉彎中嗎 我們有一個開場 我們要談到 我們還未有決定 但我們可能會談到 這幾個天 王健民對於自己的失控 感到焦慮 當他的下半身已經不夠強壯了 他的手臂只好更用力地去投球 結果就是肩膀也拉傷了 這一開刀 註定他和楊基的情緣 恐怕得暫時劃下休止符了 楊基官網上抖大的標題 上面寫著沒有新合約 王健民成為了自由球員 正式宣告健載 可能結束了在楊基的職業生涯 最終王健民拒絕了楊基 提出的小聯盟合約 投入了華盛頓活命隊 熱情的擁抱 又是新的一個球隊的開始 就是希望我們有一個 重新好的開始 就是希望我們在這個球隊 有做一些什麼貢獻出來 就是能幫助球隊贏球 一直站立也在重整的球隊 沒有給王健民付出的時間表 2011年球技接近了鬼神 王健民終於健康地回到了大臉 他在國民隊的第一個球技 繳出了4勝3敗 4.04的防禦率 表現令人期待 不過就在2012年球技開打前 王健民還是苦衷地召開了這一場 而是氣氛尷尬的記者會 我在兩年前犯下了一個重大的錯誤 我不會 更不能為這個錯誤找任何藉口 看著王健民以站斗的口吻 面完了這篇說明道 現場的記者都傻了 過去那個木納安靜 給人好好先生印象的台灣之光 竟然發生了外遇 坦白說所有過去支持他的人 當時心情都很複雜 開完了這一場難看的記者會 王健民他把心思放在球場上 不論是補償也好 救贖也罷 他只能夠在投手球上 找回自己 2012年王健民在國民隊的春訓 有一個好的開始 這一場熱身賽 對上了老東家楊基 王健民要證明一件事情 他主頭二又三分之二局 標出了4次的三陣 表現夠巧 但這個下丘古味 這一個大量搶 王健民付出的大好情勢 整個逆轉 他進入了傷兵名單 第五號先發沒了 逮捕了迪威勒 抓緊的機會投得穩穩蕩蕩的 出人意料之外的是 國民隊今年脫胎換骨 先發五股將 防禦率一個比一個還要低 他就是因為切少比賽 所以我想2012年對他講很可惜 他其實是已經 雖然一開始受傷 但是他已經準備好了 但是場內場外一些狀況 讓他尤其國民隊也出意料之外的強 讓他沒有位置 所以他也必須藉由經典賽來證明 他是健康的 最起碼他證明他是健康的 然後能夠投球 當年王健民在陽極時時的大爆發 曾經是紐約客津津樂道的棒球傳奇 但如果這是一個電影劇本 顯然我們都只看到了一半 男主角戰時的鼓里落難 才是高潮迭起的開始